19号呢 匈牙利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和平集会 谴责少数香港暴徒的暴力行径 并支持香港警察严正执法 当天下午 人们在布达佩斯的华商聚集区 欧洲广场集合 手拿国旗高呼口号 谴责暴力支持香港警方 也有来自香港的留学生 参加了这场活动 我们虽然是两个制度 但我们始终是同一个国家 我希望在香港 当地的香港 我们可以一起支持警察 我们需要反对暴力 因为暴力不能解决任何事情 我相信 随后 人们前往布达佩斯市 地标性建筑英雄广场 举行集会 现在是匈牙利当地时间 下午两点多钟 也是一天中天气最炎热的时候 并且今天也是匈牙利的公众假期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 在匈牙利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来到了现场 来表达自己爱国爱港 和支持香港警察的心声 我想通过我们这种一个活动 这种行为来表示 是我们对香港警察的支持 以及表达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虽然我们现在不在国内 但是我们 我们在外面也是时时刻刻关心着祖国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维护国家的一个权益 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还有受访者指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 西方媒体罔顾事实 须以抹黑令人气愤 必须予以揭露和谴责 外国势力英国美国车手 利用在香港的代理人车手 来铺划香港的这个大好全面 我们非常分开 我们用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表述 我们是爱和平的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加油 我们支持香港警察 稍后请看共同关注 暴力 暴力 暴干涉 暴干涉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警察 一块一块一块 到这边来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加油 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加油 反对暴力 我们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加油 反对暴力 乡亚力无声通商会 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加油 反干涉 反暴力 乡亚力华侨华人 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加油 我爱中国 我爱香港 乡亚力民息商会 支持香港警察 亲爱 不愿做出离家 把我们学校 祝福我们心里强盛 中华民主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美国 发出最后一头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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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众一心 帮着天地跑过前进 帮着天地跑过前进 前进 前进 反干涉 反暴力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 香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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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旅兄华人 一个普通的侨民 我对祖国稳定强大 是最有感触的 因为我们漂泊在海外 我们只有祖国强大了 强盛了 我们要赶着才能挺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组织这次爱国爱港护港的这种活动 就是为了表达我旅兄华侨华人留学生们的一种心声 我们用和平的方式向全世界表述我们是爱和平的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加油 我们支持香港警察 谢谢 近期我们在各大媒体上看到香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尤其是这几天的游行示威活动 唯独机场造成大量的航班取消 暴力事件频发 我作为海外的华人 希望中国强大 香港稳定 每个公民都可以去做合理的诉求 但不希望看到类似的暴力事件再次发生 香港加油 我爱中国 我爱香港 我也支持香港的警察 香港加油 身在海外 欣喜祖国 我们旅居海外数十载 时刻关注着祖国的繁荣 祖国的发展 祖国的繁荣昌盛 对我们海外华人至关重要 这一次香港的事件 我们也很痛心 支持香港的活动 在我们的倡议下 很多的华人华侨纷纷报名要参加 大家的热情也特别的高 对祖国也是特别的关怀 对香港也是特别的关怀 希望香港早日能够恢复平静 希望香港早日能够回到正常的秩序上来 现在是匈牙利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钟 也是一天中天气最炎热的时候 并且今天也是匈牙利的公众假期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在匈牙利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来到了现场 来表达自己爱国爱港和支持香港警察的心声 西方媒体他们一贯的是戴有这种有色眼镜 然后对我们香港的问题进行报道 我本身是在匈牙利的国家行政大学上学 我对西方的体制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 我认为中国的事物终究要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处理 然后我们中国有我们特殊的国情 西方的一些媒体它很难考虑到我们这种特殊的国情 而不考虑这种特殊国情的这样的报道 我们认为是不合适的 更是一种我认为是扭曲的 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一种愤怒和一种反对 对发生在香港的 中国香港的这种妄图分裂祖国 这种抹黑中国形象的这种言行和行为的一种愤怒和反对 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我和香港的这些所有的大学生一样 都有着一个好好学习努力毕业 然后找到一份很好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期望 现在发生在香港的这种行为 使社会的这个经济快速下滑 失业率增加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根本就无法找到一个很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我们反对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我们希望他们冷静和理智下来 然后去跟政府很好地去交流这个事情 首先能来参加这个爱国的支持国家的活动 我是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在外留学的一个学生是越出国 然后越爱国 我们在外流浪了多久 就知道祖国母亲对于我们有多重要 所以最近在新闻上一直看到关于香港的暴力活动 我们更深感遗憾 然后对于那些青年 我们也想说的是请大家理智一点 抵制暴力 抵制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请大家尊重中国的国情 也希望一些西方的媒体能明确我们国家的国情 然后为我们的中国和香港的和平共出一份力 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学生也希望香港能和平的发展 繁荣的发展 然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的事物是中国自己的内政 然后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这么好 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这次发现这件事情 我表示非常的不认同以及不理解 所以我想通过我们这种一个活动 这种行为来表示我们对香港警察的支持 以及表达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虽然我们现在不在国内 但是我们在外面也是时时刻刻关心着祖国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维护国家的一个权益 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的把香港收回来 香港的人们不再是自民主义者的奴隶 香港回归到我们祖国怀抱 我们一家一百渡口 在熊阳里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高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更好的 自立好香港 提出了一国两制 我坚决拥护香港特区政府 香港警察 为维护香港的发展防御做出了非常的努力 我们坚决支持他们 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暴乱事件 第一我们觉得香港虽然收回来了 不是自民地了 但是一百五十多年的自民主义的去自民化的工作 很大大的传战 这几个月来 这些暴徒们把我们国旗毁了 把我们国会毁了 外国势力 英国 美国 厕所 利用在香港的代理人 厕所 来铺化香港的这个大好全面 我们非常愤慨 我们非常愤慨 我们坚信 香港再不会回到英国去当者们地 我们坚信我们中华人们共和国 完全有能力自立当抢香港的暴和乱 我们完全相信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完全有能力 按照二十三条 把香港自立好 香港在中华人们共和国的怀抱里 它的明天将是更加美好